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吃炸奶炸 因為你愛情觀好了 愛情就是一種感冒 不用去強求要一定要怎麼樣 這就是緣分 我要核實了 真的有這種感覺 好像蠻適合這個 Timing 所以你一直都是這樣的想法 我越喝茶越有這種想法 歡迎來到Jay哥不錯 今天Jay哥的100個朋友 今天來到小景茶安 小景茶安的老闆陳怡安 怡安 先讓怡安介紹一下這些餐點 這是我第二家茶店 第一家在永康街附近 那我們這邊有一些甜點 奶油鮮食 金沙瓜子肉粥麵 好吃 我剛剛有吃了 喜歡 有有好吃好吃 喜歡 這些小點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用我們自己的茶做的布丁 紅魚做的布丁 是大人味的布丁 會有點苦 微苦的布丁 好待會試一下 然後就是可麗露 也是用茶做的嗎 這個有伯爵茶 然後這是山楂糕 就是酸酸甜甜的口感 對 肉糕糕 跟 核桃糕 核桃糕 這全部都自己做的 有一些是自己做的 妳太厲害了 我真的有嚇到 因為我跟怡安認識好幾年了 第一次來就是來第二間店 新一新的店 這些 interior 這是裝修 這些想法都是妳的想法 第一家是比較多是我的想法 ok 第二家我想說 把它變得跟吃茶店一點 走入日常 妳從什麼時候開始 心裡計劃的茶店 就是怎麼開始 我入過一個牛肉麵店 兩年多前 然後我本來想說 那我再這裡開一個店 我們自己氣牆 妳自己氣牆 那個牆是我們就是把它氣起來 妳說第一間店的時候 就有康節來講 就有康節來講 然後那時候還不是要開什麼 還不知道 完全沒有概念 對 只是我那時候在學茶 我學了一年多左右 慢慢的被影響到 覺得那還是 利用一下這個知識吧 對 那妳怎麼找到那個地方 我那時候住那附近 就住了 就是妳去哪裡找這些 這些 就差距嗎 對啊對啊 這其實是我們第一家店的set 那這是第二家店 這個是第二家店 我們是跟一個藝術家合作 請他客製化我們店裡面的size 所以妳做事是很憑直覺的 很憑感覺 很憑感覺 對 那我今天其實沒有很想要聊 小燕茶 妳要聊我 我想要聊妳這個人 大部分的人不知道 演 這個是妳做出來的店 那有這些美感美學 浪漫的這些氛圍 是怎麼樣養成的 其實我一開始學茶 是學什麼是正統茶道 就把它簡化成三個單位 嗯 我們不用擺那麼複雜的茶洗 對 不用什麼茶針 茶折 茶海 對很輕鬆 簡單 年輕人也更能夠接受現代 比較知道這個東西 流淺入深 妳是怎麼去挑選這些東西 我是以我個人口味 我只要喝起來有畫面的 我就把它列入到我的茶單 這一泡茶讓妳有什麼畫面 我取名叫山霧 山霧 就是像我們走在山裡 看到遠方的山 上面有那個霧氣一樣 然後也被霧氣環繞的感覺 那來這邊的都是年輕人 女生居多 但最近越來越多男生 姐妹聊天 這樣 男生之間的姐妹聊天 所以我改天可以帶我男生的姐妹來這邊 當然可以 妳可以帶妳的男朋友來 還有 這邊是台北男神約會地圖 如果是男神 就可以來這邊約會 對 妳從第一間店到現在這樣多久了 兩年多 差兩年多 差兩年多 妳都開了第二家店 對 妳怎麼會這麼有熱情呢 可是妳在這麼短的時間店 妳又開了第二家 妳的個性原本就是這樣子 我以前是很內想 但後來越長越大就覺得 其實不用再一點的掩護 給我們想做什麼 就自然會有解決方法 就是邊做邊解決問題 對 我現在也是 邊做邊解決問題 雖然有點累 但是 還蠻有成就感的 妳是有開心嗎 我有開心 對 我就開心跟熱情 就是所謂的一切 對 這邊也是路過啊 這邊本來是一個阿伯的家 我跟阿伯搭訕 妳跟阿伯搭訕 對 前就欠了十年 妳這個是破府成州的決心 因為我覺得這邊 以後有前例 這個地方是我們爬山 我們必經之路 那這附近還有什麼店嗎 後面的渣男吧 後面的渣男 那個渣男 那個渣男 對 渣的聲音也蠻好的 對啊 而且現在渣男越來越多了 妳剛剛渣男 妳剛剛怎麼會 我怎麼會指 而且現在渣男越來越多 她剛剛好像有 妳待會兒回放一下她好像有指的 對 因為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是渣男 渣女 所以妳對這件事情蠻坦然的 這可能是一種日常 只是我們現在才發現 對 變成一種流行用語 妳的邏輯是其實從以前一直都有 只是我們沒有特別把它勾勒出來 沒錯 那現在突然發現 這是一個流行 對 那妳這邊的茶 這些都是台灣在地的茶 大部分都是 大部分都是 這很厲害啊 甜點也是 對耶 那妳會有機會想要把它開到國外去嗎 如果有機會的話 也許可以開到法國 法國的人都蠻喜歡 我覺得妳是浪漫的 我是浪漫派 妳是浪漫派 對 妳是理智派嗎 我是超級理智派 妳是理智派 但我心中有一個小浪漫 但是就是 那個理智還是會 蓋過那個浪漫 我只能躲在自己的空間 浪漫 吃完就浪漫 對不起 那個 妳不要毀了這麼美好的地方 好不好 妳這裡很漂亮 我是浪漫的 但是 欸那可是妳這邊有 妳沒有賣茶葉 有 妳自己也有賣茶葉 一罐一罐 我這個設計是為了 不要打開破壞掉的罐身 妳可以把這個當 放在家裡 然後不會有我們的這個標 把它拆開就 它就是一個簡單的罐子 結果居然得了那個 設計獎 妳有注重細節 有沒有發現 這也是用錢堆砌起來的 我要水 我覺得妳講得很實際 我覺得這個講得很好 美的東西 都是用錢 美的就有代價 都是用錢堆砌出來的 真的 妳什麼星座 我水瓶座 妳愛情管好了 愛情就是一種感冒 學後日是誰啊 妳不要裝年輕 真的 少來了 對 妳是照傳那個年代 我只 真的 愛情就是一場感冒 不用去管現在的狀態是怎樣 因為如果它是一種感冒的話 嗯 就像我好 我又得感冒了 就是它是一種狀態 再分開認識妳 不會太難用 我不會太去努力這個部分 就是 不用去強求要一定要怎麼樣 這樣才會是最好的狀態 這就是緣分 我要核實了 真的有 真的有 真的有這種感覺 好像蠻適合這個 這個timing 對 所以妳一直都是這樣的想法 我越喝茶 越有這種想法 因為它就跟泡茶一樣 是怎麼樣 有時候我們的水會滴出來 對 就不可能試試是完美的 你泡茶 水會滴出來 對 可是滴出來也有美的姿態 不管怎麼樣 都可以泡得很漂亮 這個人生觀很特別 怎麼養成這樣 你把每一次泡茶都 泡得很漂亮 就差不多了 你就達到那個境界 為什麼妳把他叫小玉 這四個姿勢怎麼來的 因為我喜歡種一些花花草草 其實影就是植物的根 在圖裡面不是看不到 那在它隱藏的這段時間 這個就叫影 對 那這個影的意思 每個人都有這個時期 然後發展組裝的意思 對 所以妳在敘事待訪 沒錯 每一個東西都是有想過 思考過 然後去執行的 我想做的事情有很多 但我把每一件小事都先做了 對 每一件事情 它有一個最終結局 那中間就是體會那個過程 過程才是最終的 所以妳享受那個過程 享受那個過程 那結果是怎麼樣 反而是妳不太糾結 所以妳享受那個交往的過程 過程漂亮就好 這個我大概有點搞懂 妳懂嗎 我懂我懂 因為我算是 蠻有成學的 嗯 就像我在做事業 當然最終的那個成功 它也是重要的 對 但是它到底會有多巨大的成功 這個誰也說不準 對 這真的是要隨原本 啊如果你沒辦法讓妳自己 是隨著這個原本 妳會讓自己很痛苦 很痛 今天很開心 能夠在這個英語綿綿的日子裡 訪問到我們小影茶安的老闆 陳怡安 謝謝 今天跟他聊了很多的這個想法 謝謝 今天我們謝謝 謝謝怡安 借哥不錯 借哥不錯 持續關注 借哥的一百個朋友 每個禮拜四晚上九點 掰 妳本身也是美食家 妳愛好美食 會到處吃 我喜歡到處吃 而且同一時期我喜歡吃的東西 我會一直重複吃 譬如說現在我喜歡吃米粉湯 我就會一直狂吃米粉湯 她是真的喜歡米粉湯 妳現在最推薦的米粉湯是哪一家 巷子孔米粉湯 在哪裡 不告訴妳 妳就會看到我推推車出來 妳真的熱情耶 對米粉湯耶 所以如果妳不做茶 妳下一個就是做米粉湯 下一個就是米粉湯 妳都切什麼 我都切什麼 我們真的了解米粉湯 我們在小影茶 了解米粉湯耶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糾正二位 不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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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